盆景树木补枝法详解 上一期我们说到环剥补根法 今天和大家说一说环剥补枝法 觉得有趣的小伙伴 记得按住点赞 三秒会有奇异的特效出现 言归正传 这类方法 一般我们会在盆景之干不足情况下进行补枝 先对盆景装材进行疏解 不必要的枝条先修改掉 封树或者鸡爪漆这类盆景的枝干 常用的造型手机就是蓄枝结干 剪过的粗节头需要用预合剂稍作处理 接下来我们准备对树木进行环剥 花木环剥法的作用激励 花木枝条环状包皮后 输送养分作用的筛管已被切断 光合作用产物停止网伤切口以下输送 聚积在切口上方各部位 使环剥口以上部位各组织 器官的有机营养增加 能促进枝条进行花芽分化 如果是开花树木则会增加花期 并且可以促进盆景根系的分化 枫树类包枝干粗度一半左右 用美工刀或者剪刀截断 用球形前进行环包 环包的位置也是需要补枝的地方 要求截面平整 这里我们去掉了基本四分之三的枝干果肉 在补枝的地方用锯刀开出缝隙 枫树类这样操作风险还是蛮大的 所以新手同学可以用其他的树木进行实操 学会之后再对自己心仪的树木进行操作 比重方法也叫做环包靠接法 这样的方法同样也是可以起到补根的效果 用镊子把小株树木进行压实在缝隙中 小只树木不用做破皮处理 这种方法适用于根系有严重缺陷的装材 例如毒根 少根 根盘腐烂等情况 或者少干 只干不到位情况 基本上大部分根系需要重新补给的情况 虽然可以通过环包 根盘上补 使其重新生根 但是对于那些上补生长较弱和不易生根的树种 往往会生根失败 导致整株死亡 所以通过这种靠接根系的办法 是相对比较稳妥的办法 即使靠接失败 也不会导致植株死亡的情况发生 植株靠接结束 用塑料垫片进行固定 拿出一张纸巾 在上面导入少许生根粉 打湿之后 包裹在树木根系的周围 上盆填入赤芋土 这里的盆土要适量埋深一点 把环包的地方覆盖住 这样我们的操作也就基本完成了 养护大概三个月 枝干开始生长即可 小伙伴们 你们学会了吗 今天这一期就到这里结束了 记得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